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7日 咱们进入教你超过108个系列第81课 那么课程的主题 大买点后的小买点 可积极把握的买点模型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产师在长文当中的一段描述 那么咱们结合配的图形 包括呢案例来进行更充分的表达 首先呢大买点之后的小买点 这种情况呢后面的小买点往往构成 相对于大买点的二次接入机会 但不一定是最精确的机会 因为最精确的机会呢 一定是符合区间套的 并不是任何的小级别的买点 都必然在大级别买点对应的区间套中 也就是说这种小级别的买点 往往会被小级别的波动所跌破 但这种跌破呢 只要不破坏前面大级别买点 所构成的大级别结构中 那么就一定会有新的小级别波动 重新回到改点之上 那么咱们用图形来请表达 所谓的大买点后的小买点是什么 它分两层含义 或者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是标准走势 而且呢是我们 如果说对财论深度研究感兴趣的知道 市场中的走势标准和不标准的 比较来讲的话呢不标准的更多 所谓不标准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小转大 列出的话呢这是一个三十分钟的盘整上涨 好 这个盘整上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三十分钟线段 五分钟组织类型下回落 这个回落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的地点 它就构成了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那么这个二类买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所以呢大的买点 这是对于三十分钟级别来讲 那么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展开一个五分钟向上的走势类型 那么五分钟向上走势类型的话呢 那么构筑的不管是五分钟中枢还是五分钟走势生长 那么它催生了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那么这就叫做什么 大买点后面的小买点 那么这里面呢 用完全分类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第一 如果说前面走势比较标准 内部呢有五分钟的中枢 五分钟的背驰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个节点呢是可被识别 可被识别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任何的想想勾头这个位置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作为常识性的节点去介入 但是呢 如果说求稳健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一个一个次级别 就是五分钟走势类型下 一个五分钟走势类型上 那么五分钟的次级别 就是一分钟走势类型 也就是五分钟线段 线段上的话呢 把前面的中枢都下沿都给跌都给突破 然后呢 一个五分钟线段回落不破这个节点 就可以把它作为大买点 后面的小买点来进行辅助把握 好 这是一种视角 当然了 不管是layer买也好 还是说像三类买点也好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把大买点后面的小买点 来作为第二次接受的机会 那么 稍后呢 咱们再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进行展开 那么同样的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属于 对应的 这个回落 它的内部结构呢 并没有被持 但是呢 它并不影响重心 中枢勾建和重心上移 例如呢 这个位置 它在有五分钟的走势当中 例如说呢 这一段 下跌和前面没有被持 没有被持 在这个界点的话 从通过呢 区间套也好 通过次级别的走势 饱满度也好 这个界点的不被识别 不被识别呢 后面如果说直接以一个 以小转大的方式 直接的向上 突破了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下沿 而后的话呢 一个回落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它是 也是呢 用二类买点来去佐证 因为在当下这个位置的话呢 例如说呢 它的一个下跌幅度 内部没有被持 且这一段的下跌呢 甚至比前面这一段下跌呢 还要猛烈一点 就是他们之间 也没有这种清晰的被持 怎么办呢 通过次级别的二类买点 可以佐证把握 当然咱们还有另外一种 灵活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位置直接出现一个强底分 上五军 在强底分出现之际 是可以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 尝试性的买点去去观察去接入 为什么呢 因为防范的是 这个次级别走得比较强 直接呢 一比上 三十分钟 一比上呢 直接把前面这个位置给突破掉 后面呢 再回落的话呢 它可能已经距离 相应的阶段性的低点 有段距离 好 这就是属于大买点后的小买点 这个小买点的话呢 可以利用 不管是打比吗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买 内二买三买 那么呢 在它的次级别走势呢 利用次级别的 就是它五分钟走势的 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紧接着的五分钟的 二类买点来经把握 至于说后面 这种情况呢 它之所以不够精准 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 在这样的一个二类买点呈现过之后 后面的话呢 它没有开启一个向上反弹的动作 而是呢 还继续增长走入 这个增长走入呢 即便你跌破了 你当时试探的成本压 但是呢 它只要说 它的内部结构 或者是保持背质 以及呢 或者说它的一个回落 始终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你在大级别的二类买点 二类买点没有被破坏之前 都可以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持股 可以忍受的范围 然后呢 期待一个后面的反向运动 如果说呢 把前面这样的低点都给跌破了 那么大级别的二类买点 也破坏掉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进行纠错 最起码你把握的 这样的一个买点的模型 是被破坏的 好 这是大买点后的小买点 那么我们来看啊 那么我们来看 从 具体的咱们配图来去看待 稍后呢 结合具体的各个管理 例如大买点后的小买点 对应的 例如呢 这是一个 把它如果说这是一个 30分钟线段上 30分钟线段下 这个线段下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 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来进行看待 那么相比于 它的次级别 5分钟来讲 我们可以把30分钟级别的买点 称之为大买点 5分钟级别的买点 称之为小买点 那么后面的话呢 一个反弹回色 不给心低 这个反弹的话呢 指的是 这一段整体呢 是一个30分钟线段上的 发展中 但这个发展中的内部呢 它会勾住5分钟走势 这个5分钟走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也会 5分钟线段上 5分钟线段下 5分钟线段下 然后不破前面低点 它就构成了 小级别 就是5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了 那么同样的 不管是 30分钟中枢勾键中 还是属于 30分钟的三类买点 都可以用这样的视角 来进行佐证 如果说呢 它能复合区间套 就是内部有结构 有背词 然后的话呢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中枢平台上演也不接触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作为尝试的 那么文件的视角的话呢 可以利用次级别的 二类买点去把握 去辅证 如果说呢 内部没有结构 没有背词 它直接呢 以一个小转大的方式 直接呢 打破了这样的一个 中枢的下沿 后面呢 回落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在这呢 基点呢 也是可以作为 用二类买点 就次级别的 二类买点呢 去佐证去把握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 具体的 个股安利 列数的话呢 像正态滇气 正态滇气的话呢 在周四的 晚间培训的时候呢 当时是讲到过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应对 什么应对呢 例如说从27块 六毛五的位置啊 那么它实际上 当年走的 还是一个日线线段上 但是呢 在后面这个节点 没有走出来之前 它对应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 处理成一个五分 处理一个三十分钟的 走出中枢 中间呢 是有一个日线的比中枢 但是这个比中枢的话呢 以这个节点为例 对应的 一 它并没有打破 中枢震荡去墙 就是呢 重心上移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次的话呢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段的下跌 它的内部呢 五分钟成练来讲 是没有被持的 但是五分钟成练 没有被持的 那么它的应对方式的话呢 有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因为在大级别上面来讲 它的内二买的位置 附近没有被破坏 没有被破坏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一 出现强底分支机 例如这个掌停板 那么呢 当它盘中冲高 突破五均 甚至把前面 这一根阴线的高点给覆盖掉 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应对的节点 这是一种应对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呢 这个位置五分钟线转上之后 走得比较强 五分钟线转回落 不破前面这种地点 可以利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来去佐证把握 三十分钟级别的 这个二类买点的一个视角 来去跟 这就是大买点之后的 小买点的一种应对 例如说 我们来利用五分钟的 总是来去观察 观察的话呢 会发现 例如说前面 刚才讲到的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 三十三块三毛八 那么三十三块三毛八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一段的下跌和前面 它是没有被迟的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这一段的下跌内部 它是有它的 例如说呢 一分钟 或者是 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一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一分钟级别的被迟 但是呢 在五分钟层面来讲 这一段下跌和它是没有被迟的 没有被迟的话呢 当它呈现一个明显的强 一日开呈现强底分之际 那么呢 在强底的形成之际 你是可以去应对的 这是一种应对方法 第二种视角的话呢 线段上走出来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给出一个 五分钟的线段下回落 这个五分钟线段下呢 连前面的这个低点不接触 甚至连前面的这样的 一个高低点半分位都没有跌破 那么利用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来去把握 来去辅助把握什么呢 三十分钟级别的内容买 无事而已 好 这是今天对于大买点 后面的小买点来进行 来进行把握的 这样的一种方 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反过来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对于 卖点的一个应对 卖点的一个识别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 这里面的话呢 对应的 大买点后 必然产生小相应级别的结构 因为后面的小买点呢 不过是构造这大结构中的小的支架 明白这个道理 相应的错误就会非常简单 那么咱们再结合呢 例如说具体的案例 这是真态电器也是呢 前面点评过的 那么我们来看 现在列入像文泰科技 那么文泰科技当前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对应的 它实际上就属于日线的线端上 这是一线一笔下 那么这个一笔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我们来看中间存在这样的日线的比中枢 把它处理成一个三十分钟标准走势 总数来去看待 那么对应呢 我们来看 这个一笔下的一个回落 或者这个回次 三十分线段的回次 低点的话呢 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二买附近 但是呢 在后面的行情没有走出来之前 在当时的一个观察节点的话呢 应对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回次 咱们提供两种应对的一种视角和方法 什么方法呢 一 只要保持它的重心 还保持上一 或者是总没有 把二买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给 破坏 也说呢 前面这个低点呢 没有跌破之前 没有跌破之前 那么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内部 它五分钟的结构 是有比较标准复合区间套 是很容易被识别的 如果说它的内部呢 没有这样的一个 总是不够标准 就是内部的话呢 没有刺激 没有被词 没有被词之后的话 直接一个 日线的强底分呈现 那么呢 在强底分形成之际呢 是可以作为一个应对的一个思路来去看待 另外一种视角的话呢 就是利用 它的二类买点 就是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来去佐证这个节点的一个把握 好 那么当前我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呢 重演强底分之际 后面的话呢 它没有给你一个短期回踩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应对的视角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去看待 那么像这样的节点 你是很难用买卖点附近的一个节点去把握的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对应的 同样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日线强底分形成之际 你去应对了 应对过之后的话呢 别说当天没有涨停 而是冲高回路 冲高回路哪怕震荡一下 他只要说呢 把前面这样的低点没有跌破之前 他都可以做什么呢 作为在大级别的二类买点 类二买的这样条件 没有破坏之前 都可以作为持股的一个视角来进看待 好 那么当前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当前的一个节点是属于 这个位置反弹和前面他相比是没有被持的 没有被持的话呢 当前的回路正好呢 触碰到在前面的三分钟书上延 还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是不是三类买点呢 第一三类买点 他的层内条件并没有被破坏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对应的观察这一段的内部 例如说像三分线段 或者是有没有被持 有被持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作为尝试性的节点 去观察和跟踪 或者是去试探 如果说呢求稳健一点 例如说呢 一个后面展开一个向上 一比上 或者三分线段上 内部有五分钟的走势 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回落 五分钟线段回落 不过前面低点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去佐证 去把握三十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 这就是大买点 后面小买点的一个应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 它对应的话呢 是呈现的是有三十分钟 MSD的这样的一个底背 你的一个公正 但是呢 对于它来讲 作为这四摊性的一个基点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一 这个位置如果给出五分钟的一比 五分钟的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回落 不过前面低点 所振的一个把握 这是一种应对的思路 这也是大买点之后 小买点的一个精髓所在 但是这个小买点成立过之后 或者说呢 试探过之后 后面呢 回落破了你的成本压了 它只要说呢 它的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买点条件 没有被破坏 它的一个中枢 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构建 或者是中枢 以重心上移的这样的状态 没有被改变 你是可以进行 持股或者忍受的 但是有一点呢 既然是作为四摊性的基点 不要一开始就把什么呢 把所有的子弹打满 不要过重了仓位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持足够的灵活 好 那么我们 同样用五分钟的视角来去看待 对应的话呢 列说 这是五分钟的一比上 五分钟一比下 这五分钟一比上一比下 对应呢 它仅仅是什么 仅仅是一分钟级别的 机会点 如果这位的走出一个五分钟线段上之后 一个五分钟线段下 回落不破前面的地点 那么它在对应呢 就是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它本身呢 就在三十分钟级别 三类买点 没有被破坏的 这样的前提之下 你是可以利用次级别的二类买点 去佐证 高一级别的三类买点的一个视角的 好 那么大家举一反三 后面的话呢 咱们再去细讲 关于大卖点之后 例如说大卖点之后 出现小卖点 应该怎么去应对 怎么去把握 好 以上的话呢 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这个前提就是大的一个结构 保障之下 就是呢 大的一个结构呢 它是首先 所谓的小买点 是在那么大买 大的买点 大的买点 后面 就是大的买点成立 或者大的买点可成立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后面呢 推演用小走势的生长 出现小级别的次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 临近的这样的一个次级别的 二类买点了 你可以去用它来去组正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只作为 技术 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交易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